收起你的小聪明 先保住这颗脑袋吧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何事 陛下 臣上月奉令治内宫 呈颂和和力 无意中听见娘娘们提及 陛下不愿驾临内宫 于是臣就想 也给陛下送一份 这样陛下就知道 什么时候 是驾临内宫的即时即日了 你有这些功夫 朕交给你的差事都办好了吗 回陛下 即使臣选了几处 只不过 借监政还没同意呢 那就是说 还没算出来 陛下放心 臣必定素页不屑 担惊截律 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朕看你还有这闲工夫 不像是素页不屑 担惊截律的样子呀 你是这颗脑袋不想要了吧 臣自知 臣的这颗脑袋 只是暂时留在脖子上 借监政心忧陛下 要收回兵权 您让我算几指 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什么时候要我的这颗脑袋 您就是一句话的事 收回兵权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天樊少叔来求见借监政 臣无意当中听到的 还说了什么 看你在借海天那儿没几日 对他倒有几分忠心 你这话里话外 都是在说 凡如会挑拨借海天 对朕生出怨对之心 臣不敢 这借海天是什么人 朕当年还是一个 败军制将时 他麾下就有千军万马 难道他是听了凡如会的话 才来顶撞朕的 他想为朕茶漏补缺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你以为朕不知道 收起你的小聪明 先保住这颗脑袋吧 臣知道了 还不快滚 是 是 借检政不愿交出兵权 自然是不会认同我算出的极致 看来这极致不能靠算 我得想想别的办法了 我会想到你 你说什么 我会想到你 你不要过来 你 不会来 知道了 你不过来